每一个看完了余生请多指教的前两集的人,都有很多话想说吧,其实,呆呆以前极少看这类剧,不是说它不好,是我个人更加偏爱痛快爽气的武侠剧,极少有耐心看这种都市情感,甚至有人称之为偶像剧的电视连续剧,肖战又一次让我破了力,冲着肖战,我打开了余生请多指教。 一开始,呆呆依然是带着点偏见的,还好,剧情不拖沓,演员演技在线,台词也不幼稚,而肖战扮演的顾位,其颜值和性格,让我踏踏实实地看完了两集,还在期待今夜的更新。 所有呆呆喜欢的人,都有一个特质,认真,剧里的顾位是认真的,无论是面对他的生活,还是他的病人,值班前夜滴酒不沾,对讨厌自己的病人依然真诚相待,放不下曾经的事故,甚至是杯子放置的角度,带着点强迫症的小执钮。 剧外的肖战也是认真的,看他拿着剧本读度写写,跟医生写手势时候专注的眼神,他受尽的身躯里,像是藏着用不完的能量,不会让你看到丝毫的疲惫和懈怠,他一直都是如此,这是属于强者的认真和柔软。 强者的认真,通常不是跟别人蜘蛛比较,而是认真的在跟自己较劲,生动的活着,相比较呆呆,通常的懒散淡漠,肖战做到了不辜负好光音,我看到了三年前的肖战,有一阵子,他叫顾位,是一个认真执拗为表,柔软浪漫打底的医生,他治病救人,也在努力自救,我们还没有看到那次事故的真相,不过,有知情的人说了,不是顾位的错,但是,顾位放不下,认真的人善于自苦。 因为太有责任心了,顾位需要救赎,他喜欢的女孩也有心结要解,是互相救赎,也是自我成长,三年前的肖战,已经可以做得这么好,认真的人最能吸引我,忠我一生,也遇不到一个顾位,但是没有关系,他可以在我的文字中先活。